大家好 咱们这节课咱们来讲一下 怎么去监控一个内存 咱们先来登陆看一下 首先我们要确保 然后我们的一些目标 然后都是正常的 大家可以看到然后的话 我这几个目标现在都是UP状态 我们上个NOT 上个NOT的节点也是正常的 我们首先去检查一下 然后的话他那个关于一个内存的一些监控指标都哪些 看一下 然后的话有一个 大家可以看到NOT的Memory 然后的话关于是有很多的 大家根据需要的话你可以去自己 然后去选择 然后的话我们这边的话我们就是 来去计算一下 我们重点的话 我们去计算一下我们 总共内存使用的一个百分比 要计算内存使用的一个百分比的话 我们需要使用这几个参数 这几个指标 一个是一个 一个主机上的一个总内存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空闲内存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缓充区的 缓充区的一个内存 还有一个是页面缓充的一个内存 也就是说一个开启一个buff 然后的话呢 我们使用总内存 然后去减去 然后 那个空闲内存和buff内存和 开启内存 把这三个内存减掉之后 应该就是我们 使用的一个内存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三个内存加起来 然后空闲的加上我们的一个 开启加上一个buff内存 然后的话我们总内存减去之后 然后的话我们处于一个总数 处于一个总数也是说 那个使用内存处于总数 然后乘100 代表是我们使用内存的一个百分比 然后我们先来来看一下 咱们先来看第一个 第一个是总内存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监控指标的话 是从我们的一个node的节点上面过来的 也就是说 从我们这个上面 node的节点 也就是我们9100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node export 然后就导出了一个监控指标 因为那个docker的话 这个一个 这个的话 你必须要还要安装一个 安装docker 然后再起一个容器才行 然后这个的话 你只需要然后起 那个起一条命令就可以了 就是我们 去监控一些 那个独立的一些主机的话 可能我们使用那个 iX portal的话 比较好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我们和那个 和我们主机上一个内存 比较一下 看它的那个内存监控的 和我们主机上是不是一致的 那么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的话 这是 那个我们三个节点上的一个总内存 我们和我们主机上去比一下 也是我们问174吧 174的话 我们去看一下 top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边的总内存是 那个大概是 388兆左右 嗯 那个不是那个 是应该是3.8G 大家可以看到 是那个应该是3880兆 在那个除以那个 要除掉1024嘛 然后的话 应该是那个3800多兆 然后的话 嗯 我们这里面的话呢 它这个是一个字节 字节数 所以说我们这里 要去除一个1024 除以1024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的话 它的总内存是 嗯 显示的是一模一样的 3880988 大家可以看到 那是一样的 嗯 它一个空闲内存 我们来看一下 嗯 嗯 嗯 空闲内存的话 我们也去除一个1024 咱们来比较一下 嗯 空闲内存的话 应该是也是 那个相差不大的 因为它这个内存也是一直 嗯 那个在变化 大家可以看到 它那个内存基本上是 它空闲内存是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降空的也是一样的 但是呢这个 嗯 后面这个内存可能就 那个稍微有点差别了 因为我们这边 也是来回在变动 并且那个有的时候 嗯 我们那个这个时间 并不一致 去那个提取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这个八数 八数内存的话 是 应该是 一样的1556兆 你看一下 嗯 这里边的话 你看那个buffer 和那个cash 应该是他们两个 混合在一起来 我们这边的话 它是把它分开的 打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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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是一个buffer 我们这个 应该是 只有那个200多兆 2100 2100多兆 应该是2G 这应该是 那个 嗯 我们再看一下 再把那个 嗯 然后一个 缓存的一个 加上去 catch 然后 大家看到一些 现在的话 应该是 1G多 我们去 除一下 然后是 1024 嗯 这个时间能重了 前面也是 1024 除以1024 现在的话应该是 嗯 1G多 1.4G左右 咱们来看一下 然后 这个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1.5G 除了这个地方的话 它会有一点出入 嗯 这个我们这边的话 是没办法 那个可能给它保持移植 大家可以看到 会错一点 然后的话我们去看一下 这个应该也都会有出入 大家看到 然后的话 这里是应该是900多兆 然后我们这边 实际上是有那个 嗯 是有帮那个800多兆 819兆 看大家 这总会要 可能要 错个页的100兆左右 嗯 有可能说 怀疑应该就是我们的一个 嗯 一个NOT节点 就是一个 我们NOT这个程序的时候 去抓取的时候 去抓取的时候 它某人间可能会 嗯 造成一个 那个一个 那个缓存的一个增加 所以说这个时候 那个可能我们这个 里面的显示有点不一样 但是的话 我们从我们的一个 呃 控键内 控键内存 和我们的一个总内存 可以看出呢 然后应该都是 应该是正常的 所以说这里的话呢 我们这边 错的一点的话 我们现在的话没有 没有必要去过头去纠结它 嗯 我们这个计划公司的话呢 应该是 嗯 是没有错的 嗯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的话就是 嗯 刚才大家已经看过来 我这里的话 我就直接复制过去 我们来计划一下 嗯 大家可以看到 它那个 它使用的一个百分比的话 都是一个百分之十二 然后的话 这个节点的话 只使用了一个百分之十 这个节点 使用了一个百分之九点四 这边的话 也可以用那个图形来展示 来看一下 然后我们使用的一个百分比 好 那个 关于一个那个 嗯 那个关于内存的一个 使用百分比的话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